那我先问就是 所以反而帮倒忙是不是 柯郭帮倒忙 那有习惯郭台铭的部分 其实陈辉文资深媒体员 在昨天这一时间就开始狂骂 他说为什么要找郭台铭 四年前出来乱的不就郭台铭 这次国民党征召过程中 郭台铭也曾表示 如果输给侯友宜要全力帮侯友宜 他有吗 他没有啊 郭台铭这种人有资格当统估 柯文哲原本答应去马办 后来又不去了 为什么要听郭台铭的话 为什么是郭台铭决定在哪里见面 他有比马英九伟大重要 为什么是他决定 我不能够理解 你看同样是统窟 同样是见证人 马总统说他不讲话 他是来见证的 那个气度 就是现场已经 大家正在交给当事人在讲话 结果这个统窟 郭台铭想要当统窟 自己撐一脚 而且自己还凑别人 所以大家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说基本上呢 在整个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 就像奉金姐讲的 你难道要 你如果想要柯侯 难道我们不用有程序吗 那这个程序不用有党主席吗 那大家在讲嘛 就是现场 我说真的 整个现场为什么很夸张 因为柯文哲的阵营 就算是没有拿到主持棒 都是透过郭台铭的团队 正在主导全局 我怎么说呢 在整个过程中 黄珊珊上去跟柯文哲 咬耳朵四次 还给他递那个文件 递那个小抄 所以我过去还讲 到底是柯文哲 你要选总统还是黄珊珊 那阿伯你要小心了 你这次在野分裂之后 你没政治舞台 黄珊珊他就不分区第一名了 他接下来搞不好 他要下一届台湾民众党 黄主席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柯文哲没有想清楚 他基本上是被他的幕僚包得死死的 这个死的程度是真的密不透风 你可以现场连黄世修 连郭伴的发言人 都是这个郭伴 都是这个柯伴的这个陈志然 他们在沟通 锁得紧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场 如果真的要像你讲的 要有柯侯佩 那党主席要不要在 那党主席要在啊 我们国民党是一个重视程序正义的政党 不是你艺人政党 不是新宿 不是网路在笑的新宿派 不是艺人的派系 那你郭台铭 你有钱 你财大气粗 你难道不用看程序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国民党是一个程序正义的政党 有马总统做见证 有朱主席要处理政党的一个流程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进去 所以昨天网友大家都在贴嘛 那一间2538的房间 这么大间 这里 很大间 听说还是总统到房级的67坪 里面塞不下五个人 然后网友说椅子很多 真的耶 椅子超多 而且我觉得他信朗说法就矛盾 他说我们只准备三个人的位置 五个人不能进去 然后后来又宣布说 我们三个人各自可以带一个幕僚 各自可以带一个幕僚 不是六个人了吗 那原本五个人就坐得下嘛 那你还给这个朱主席穿小鞋 你说 你这个中午的时候说我们房间都订了 会场房间订超多间 就到现场说 马总统啊 你这个重量级的不速之客 然后呢 我帮你准备一个房间啦 你去休息啦 朱主席喔 不好意思 我打给这个 在美国的这个军阅的总裁 订不到房间啦 订不到房间 一间总裁 国董事长订不到房间 说真的啦 我上阿高达我都订得到啦 你就订不到 还说这个朱主席 你可以去旁边的餐厅先休息 讲这种喔 对 所以为什么大家的愤怒是到这边 我们在那边苦等二十几分钟 不是要让你羞辱的 我们的前援手坐在那边 你一个说要叫去旁间休息 一个说连旁间都不订给他 说你去旁边二楼的餐厅 你去随便找个位置 我们吞得下去吗 国民党的支持你吞得下去吗 吞不下去 所以我说今天美丽岛公布了最新的民调 我说真的明后天开始 后一的民调已经在往上拉 大家看不下去 没有这样羞辱人的啦 结婚姐 我觉得政治喔 谈到一定程度 在流程党内的部分叫程序正义 对个人的叫做政治的诚信 第三个 你不要有程序的正义 你不懂这个个人的诚信 你要一个基本做人的道理 不是这样羞辱人的 所以我们再也不让了 我们再也不让了 各自作战 各自努力 这就是最好的结局 冯昕也说 现在已经2万2再现了 那所以是要从这个 这个热度可以看出一点点 你是某种指标 对我其实 我其实喜欢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然后去理解那个统计数字 就科学嘛 我要必须说 对不起喔 在政治上面去谈论科学这件事情 科问者我应该比你科学很多 你知道 因为有很多很多种方式 民调当然是其中的一种 美丽岛电子报 当然我这边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美丽岛电子报 今天最新的民调 因为它纳到了23号 对 那到了23号 你就看到说 所以昨天那一场效应是很强的 你知道不要讲说 各个电视台都在直播 你知道 那有一些那个 某一个直播的频道 就5万人在线上 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热度有多热 这样每个人就目不转睛的 在那边看那个 然后大家有各自的评论 但是我觉得那个民调 它有一时的激情效应 对 然后它也有这一个就是 新闻的效应 对 所以这段期间赖清德 是真的因为被边缘化 有被拉下来 那侯友宜 柯文哲都上去 可是昨天柯文哲下来 侯友宜上去 昨天的情况是很明显的 看出大家心里头 对于猴跟柯 所以这是一种指标 但并不是全部 那我会看群组里头 因为我 我一直在我自己的群组里头 我一直就是line的群组里头 我一直都是属于不发声的 我想要知道 谁是柯粉 谁是猴粉 我想要知道 每一个人的状况 想的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希望尽可能 听大家的声音 那昨天 其实让我看到一个 最特别的现象 就是我各种群组 因为里面很多是属于 新闻媒体的群组 那么各种群组里头 柯粉全部都没有声音 然后呢 支持侯友宜的人 就一直讲话 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这样子 一方面有气 另外也有气 有生气的气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觉得说 感觉上面这个是属于 蓝军归队的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那对照民调的这个情况 那第三个指标 当然就是这个话题 到底会吸引多少人看 因为蓝白破局 这件事情 最怕的就是支持者就觉得 没希望了不出来投票 就散了 就散了 但是我看到今天这2万2 我的看法可能就已经开始不太一样了 就觉得说 那么一定还是会有人觉得说 没希望了对不对 不要去投票了对不对 可是你从这2万2就是 他可能从观望 然后到觉得 觉得懒得看 到现在 他确实激出了一股气出来 民调不会一直维持在高档 所以他其实 这就是我一开始我就说 会有要记得他自己的 变身时刻 那他维持这样的状态 对他是好的 这时候他会发挥他的战斗力 这个对他们都是好的 否则的话 那个民调如果上去了又下来 那个其实情况就会很惨 所以我不会以一天的民调 就说没问题了 那以后都会这个样子 他有短期新闻效应 他们必须还要继续的发展下去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7大保证 7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